哈囉各位安慰破壞神的玩家 還有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滴樓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OK 這兩天呢 因為暴雪呢 出現了一個BUG 也就是說 說今天我一拍這影片呢 我是要看一下 我的東西 是否還有健在 那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 或是之前不知道 我玩暗黑經歷的人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是從暗黑2的 2000年我就開始玩暗黑的 就是1.0版的英文版 玩到1.09我就退出暗黑破壞神了 那因為當時呢 因為有白戒白水白手套 然後無私之士手套 這些 這些外掛的 不是外掛 這些駭客的任務 駭客的東西的盛行 讓我一度的退出 還有就是說 1.09的亞馬遜 太強了 炮炸太強了 我就退出了暗黑破壞神 然後到1.13版的時候 上一季的天梯 我又再回鍋 大概玩了一兩個月 然後我又 我就沒有玩了 就是舊版了 所以說 我經歷了暗黑破壞神的 興盛 興衰 那 從事版呢 我再度的回歸了 那今天因為 我看到有 網路上有災情 那我要 今天拍攝影片 我要開 我要試看看 我之前的人物的裝備 是否還有存在 然後我拍個影片 然後跟大家看一下 然後順便跟大家看一下 我之前 我打到哪些東西 齁 我們先從 法師開始 就是塔拉下的法師 這是第一季 這不是天梯 這是之前 一開始的時候 最後 還在 這個 這個東西還在 這個東西 我記得這個東西都還在 這些就是 我那時候打的 那時候打的 打一下 因為我這個是火法 所以說 對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不錯 那個暴雪 對我還不錯 我看我的戰招在不在 戰招還在 OK 福恩還在 福恩還在 OK 那我們 用兵呢 你要用兵給我 OK 那我們換個角色 拉下來 從最底的開始 亞馬遜 欸 我剛剛是不是沒有看到 拳罐 我有 我有個拳罐 欸 我等一下去找一下 拳罐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我在想說奇怪 我剛剛怎麼沒有看到拳罐 我的東西還在 OK 那我們 換一個 那不錯 我東西還在 那你們現在看到這些 未來我天梯如果有時間 我會重新再copy 一樣的一個打法 一個角色 這就是我那時候收集出來的東西 不錯 東西都還在 不錯不錯不錯都還在 不錯不錯都還在 我看 欸我拍這個影片 會不會覺得 人家有在炫耀 我記得我 在這個詞裡 好像有一件謎團 那如果說OK的話 應該是我的東西 應該是沒有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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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是東西都還在 喔 東西都還在 欸 那我再看 我 之前天梯的這個角色 呢 我記得是他 對 我記得這是我之前天梯的角色 東西也還在 欸不對喔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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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我在別的角色去的 喔 在這裡在這裡 我想說奇怪怎麼會 沒有看到呢 OK那原則上來講的話 我的東西還在 喔 我的東西還在 因為 這兩天我看到很多是因為 就是說 他們放在共享的倉庫裡面 然後 東西被回溯了 東西被回溯了 然後回溯之後 這種 這件事情的話 欸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按照我對 暗黑不怪神 暴血這次他的理解 暗黑不怪神他的 他在遊戲中的 任何的損失 暴血他不會賠償 包括虛擬的貨幣 虛擬的武器裝備 因為暴血是不會賠償任何的損失的 因為我們在以前在玩 暗黑不怪神的時候 他會附一張 紙超版的說明書裡面 他說明書裡面 他都寫得很清楚的 那現在因為都是數位化 所以現在沒有數位化的 現在數位化的 都是數位化的 所以沒有那本說明書 那舊版的 包括一些比較早期的遊戲 他們都會附那本說明書 上面就寫得很清楚了 暴血他對這部分 他不會賠償 所以說如果你們 包括在看我影片的玩家們 如果說你發現到說 你的裝備已經有遺失 或是說已經被回溯了 那很抱歉 暴血 不會給你負擔任何的責任 而且即便你到法院去告 你還是敗訴 因為你在 你在執行這個遊戲之前 你會按下一個確認鍵 你才可以執行遊戲 那那個 那個法律的 規範裡面 就包括了 這一項在裡面的 就是說 我們在執行遊戲的時候 不是都會想說什麼 版權什麼什麼 就是那個 你已經 你已經確定了 你已經打勾了 你已經確定了 所以說你就沒有 在法律部分來講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站得住腳了 因為很多遊戲都是會這樣子 先讓你確認 然後而且我們文家 很少去看那些 那些細節的那些 法律的那些名條 因為你不答應的話 你就沒辦法玩遊戲 那最後我跟大家 爆料一下就是說 在暗暗破壞神的 暗暗破壞神的 我不知道是哪一個版本 我忘記了 因為時間太久遠了 時間太久遠了 大概主城市的時候 大概1.0 0.4還1.0.5版的時候 的專家級呢 那暴雪的確有魄力 讓專家級的角色 起始回升一次 那就那麼的一次 那因為當時 我也在線上 但是我沒有玩家 玩專家級 那是因為說 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那是因為說說 因為那一天的話 很多人在暗黑破壞神的大廳裡面 在這邊哀嚎說 他的角色被玩死 那事實上證明 暴雪的伺服器 被人家害客 害路 然後人家害到專家級的 那個帳號裡面 然後把專家級的角色給玩死 那也就這麼一次 暴雪的魄力 將專家級的角色 把它回覆 那這件事情 在當時 引起的 不小的轟動 那 什麼不小的轟動 因為那時候呢 那時候的 有一本雜誌叫做 PC Gamer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PC Gamer在 在國外的話 算是 相當的有 公信力的 相當有公信力 有時候我也會去到 PC Gamer上面去看 那個雜誌 那時候中文版 叫做電腦玩家 那電腦玩家 當時他也有 對這件事情 他也有做過一些 這個事情的 討論 於是說說 就是角色被 被玩死了 角色被玩死了 那這件事情呢 那時候在當時呢 就是說 有在玩暗黑的玩家 如果你經歷到那一段 你一定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 從那一次之後到 目前為止 就沒有這種情況發生 暴雪也不可能跟你回覆 而且 再加上 現在的暴雪 你覺得他有可能會 幹這種事情嗎 還有一點就是很好笑 是一點就是說 現在 遊戲又在特價了 那 每次的 只要遇到這種回溯 或是大清掃的 然後 遊戲就特價了 很奇怪 因為這樣子 暴雪也會賺錢 所以說 他是一個買斷型的遊戲 然後他能夠撐這麼久 然後他還可以特價 能夠賣你 他就是有他的 魅力存在 是不是這樣子 OK 我是Lito 那今天還會拍 應該還會拍其他的 暴雪破壞城的影片 那我先賣個關子 我影片已經錄好了 我影片已經錄好 但我一直沒有時間上傳 一直沒有時間上傳 我是Lito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拍 你們現在看到的是 我的 那個電法 我的電法 我的 傭兵怎麼不見了 這隻角色是不是太久沒有動 我傭兵怎麼不見了 我傭兵怎麼不見了 就是我那個傭兵 他拿了五線 這個 安達綠的頭 那最後跟大家講一下 煙霧這件 如果你沒有 剛毅 沒有那些很難打的 很不好打的 我這件剛毅從頭用到尾 都沒有換過 可以看一下他的屬性 其實不差 其實不差 你說他比較差嗎 沒有啊 我用到現在 我還是 我還沒有換啊 我是可以 我是可以組剛毅的 但是為什麼我不換 是不是這樣的 我是Lito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那 最後呢 先感謝 新的訂閱者 訂閱我的頻道 那 那 對就是這樣子 那你的 按讚訂閱 是 讓我呢 就是說 能夠拍片的 最大的動力 也只是這樣子而已 那如果說什麼 需要 影片中聲音太大聲 太假聲 的話呢 你可以再 留言給我 反應給我 讓我知道一下 因為通常的話 我只要錄影上去之後呢 平常我不太可能 再去 再去聽一次 我時間沒有那麼多 時間沒有那麼多 所以說 如果說 除非是 我發現到不行 我就整個砍掉重電 我對 我對這件事情 我發現到一開始不行 我就砍掉重電 我對這種事情 我要是很高 可是如果說 我聽沒什麼感覺 然後上傳出去的話 我又沒什麼在聽 我是看人家留言 如果沒事 如果有事 我就知道了 我是Lito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拜拜 拜拜